我要特别来带您关心的是两岸现在紧张之下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从5月23号开始一连着两天 我们看到的画面上在台湾的周围已经开始进行这些大规模的军演 先来看到解放军的部分 东部战区24日表示第二天的演习重点是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要占战空的能力 要预占空的能力 中国国防大学的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这位是张驰老师他做的分析 他说这次演练是为了要阻断三条线 好哪三条线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 第一个他特别提到的是要来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 然后呢要来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 还有向外逃窜的逃跑线 还有阻断美国籍盟友向台湾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这个之后看到了 更多的是影片发布了多方向抵近台湾跟外岛 这些巡回猎集的模拟动画 都不断的强调军舰军机 现在是以尽为所的方式持续的抵近 我们请教委员如何看 中共围台军演剑指台湾的三条线 可不可能封锁住台湾的神怒 您如何看 解放军没有办法完全封锁台湾 台湾的国军也无法完全的反制 这里面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僵局 我来分析给大家听 第一个所谓的第一条线 要封锁台湾能源的进口的生命线 没办法完全做到 第一个因为台湾的太阳能光电 风力发电跟核能发电 这三部分的发电 加起来大概有将近10%左右 他没有办法经由解放军 这两天的演习的规模 来给予破坏或者钳制 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能源在哪里 还有一部分是煤炭发电 占台湾的比例也高达三成以上 这煤炭的发电 台湾的存量现在是30天 那以我所了解的 他们目前规划需要能够到达50天 所以除非你那个演习时间是50天 否则光这个两天实在是 没有办法打准战略的效果 还有剩下的就是天然气 天然气目前的存量大概7天半 那可能未来可以扩增到12天 那就完全看那个 所有的什么新的街头能不能完工 那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工 如果完工大概大概到15天 那如果有到15天的时候 你解放军的这个战力 必须要超过15天以上 才有办法来处理这个 所以我只能说 能源的进口生命线 这个所谓张池副教授 他所提的是要封锁 我认为没有办法全部封锁 道理就在这里 再来有关于所谓的台独领导人 对外逃窜的路线 那他们可能弄错了 以为这些台独领导人 会搭直升机离开 搭什么机场的飞机 如果搭这个当然无法离开 搭军舰大概来不及 也无法离开 但是他有一个东西 目前为止他们没有 在演习中看不出来有封锁的能量 对不起 可能其他地方没有提到 我所知道的 就是会在共辽外海搭潜水艇离开 离开的距离很近 就在石原岛而已 这是一个可能还没有完全公开的 一个领导人离开台湾的一个路线 那再来呢 就是说台湾的很多次的兵器推延 他基本上就是要所有的这个军机跟军舰 要保存有声战力 这部分舰长一定比我清楚 什么有声战力呢 在第一期的时候不要硬杠 不要在台湾海峡跟解放军硬杠 离开台湾海峡到西太平洋去 或者到日本去到菲律宾去 所以前几天不是有一个西太平洋未公开的演习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包括我都知道 只是大家没有提而已 就是如果我们的军舰 在这种状况要保持有声战力的时候 一定要移动到西太平洋 但是茫茫大海 它的油料是有限 弹药量也有限的 所以必须要由美军来接济 那美军从冲绳岛来接济的时候 要如何对接 所以不是有海上对接演习吗 前几天才被泄露出来 那是经常性的 要保存台湾的军舰的有声战力 演习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要保存有声战力呢 因为原来台湾军方的规划 就是第一级不要牺牲掉 能够走的就先走 靠的是陆军去撑场面 等到美军来援助的时候 有声战力就可以反攻 所以形成一个 蒋介石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想到 蒋介石想反攻大陆 但是台湾军方的规划是反攻台湾 就从有声战力保持的 可能从北方从日本方向来 南方从菲律宾方向来 然后东方就是靠着美军过来 用这种东西反攻台湾 协助台湾岛上 如果国军还有剩下的有声的 陆军的力量 在跟解放军做惨斗的时候 这些反攻台湾的海空军 就可以帮得上忙 我现在所讲的只是 台湾军方在脑袋里面 规划的作战影响图 那个时候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未必会在台湾 他可能在石原岛 他可能在八重山群岛 所以你要知道说 这个就是一个 以防万一台湾军方的 构想的一个作战力量 所以才会有城镇作战 因为假设陆军在滩头上挡不住 海军虽然没有被消灭 可是这个时候帮不上忙 所以只好退到某几个区块 去进行所谓的城镇作战 以前台湾的陆军 没有想那么多 但现在经过美军强硬指导以后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才会说 阻断台独势力逃避制裁的逃跑路线 张教授可能不太理解真正的路线在哪里 那这条路线 所有的解放制的演习 基本上看不出来 有他的封守的力道 这条路线其实 构想是来自于 二次大战 1941年 珍珠港事件之后 当时的迈克阿瑟在菲律宾的逃跑路线 他也是搭潜水艇离开 然后到附近的印尼 这个澳大利亚所控制的岛屿 所以只是同样的模式再演一遍 那个路海域很难封锁 这一次的军演总共是两天 但是我们来看到外国专家 后续有哪一些市警 先来看到这位是美国的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主席 他特别强调说北京有一个 我们看到画面 强大的胁迫工具包会不断的升级在胁迫 华府的智库学者这位是宋文迪 他也指出这一次的军演是更多 更大型军演的前奏 接下来北京针对台湾的真正惩罚 可能都还没有到来 这次军演真的只是前奏吗 接下来我们要来观察 北京还会对台湾采取哪一些胁迫的手段 委员怎么看 我的判断刚好相反 北京可能无能为力 因为北京现在很明显的整个大陆的社会 处于一种高度挫折的现象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他们得到的讯息 不管是从裸些学者或者某些官方管道 认为赖清德的旧职演说 会是一个和缓的感染汁 但是他们现在拿到手上的 是一个充满经济的一个刺激 所以他手上满手都是还在疗伤的阶段 对 疗伤的阶段 因为他们接到太多错误的讯息 那前几天 只有我一个人判断对其他人都判断错 我说赖清德是一个百分之百 把台独当作宗教信仰的人 所以你不要把他以为他是一个 把台独当作一种政策 当作一种政策会有弹性调整 当作宗教信仰 他跟上帝一样 所以不可能改变的 结果我这样讲 每个人说不会不会 票开出来他的演说内容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北京产生了高度的挫折感 这挫折感对北京来讲 会形成一个很内部很强大的压力 搞不好还甚至是一个风暴 第一个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北京所推动的两岸和平同一路线 会遭到强烈的挑战跟质疑 这是第一点 那这个已经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里面 已经对于北京这个路线持高度的 怀疑跟批判的声音 炸锅 对 第二个已经开始形成了 对于习近平主席第三任 没有办法有任何统一的迹象 甚至于倒退 会指引他的第三任任局的一个正当性 已经开始成形一个可能的危机 所以这个在北京的政治压力的内缩的一种风险 越来越大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体会到说 台湾的内部力量 就是各种政治势力 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 更不用说了 内部势力只会往台独的方向走 不会停止 他们已经开始体会了这样的一个内部动力 所以不可能在台湾内部有什么和平统一的爱国力量 那个是痴心妄想 这个是他们已经开始体会到这个一个情形 那他剩下的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两条路都是痛苦的道路 第一个道路就放弃统一 对 这个有日本学者松田康博 叶中兄院长很清楚 他提出来 大陆上可能会把统一逐渐的讲戒实话 就剩下嘴巴讲 其他都做不了的 这个叫讲戒实话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要无力统一 所以变成吃这个也痛吃那个也痛 无力统一所面对的 他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在经济跟金融方面 立抗欧美给他的制裁跟压力 很明显的 以我所观察到的中国人民领导 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这个远远不如什么 远远不如这个俄罗斯的那一位女总裁 差太多了 男不如女 所以北京央行总裁 行长用了那么多男的 不输输给俄罗斯那个女总裁 差太远了 他准备的太充分了 那显然北京在方面完全没有准备 那再来呢 就是什么 就是军事的准备 看起来是很充沛 那是大家都观察 刚才卢远讲 讲得非常好 北京的演习观众很多 第一个台湾的观众在看 你这个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美国在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 说不定大陆自己内部也在看 到底光这样的演习 是不是有足够的实力 最快速的 在伤害最小的底下 能够用武力统一台湾 而且没有太大的副作用 这个北京也不断的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很显然的 我敢讲 他们的挫折感是 一天比一天的大 压力一天比一天的大 所以你说 还会有什么胁迫的工具包 我觉得费根宝的提的工具包 我想来想去 你说ECFA断掉吗 那坦白讲 ECFA断没什么了不起 ECFA所占的两岸贸易的比重不大 剩下的都是什么 所谓的支通电产品 支通电产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WTO的规定 这个有一个支通性科技协定 是不磕碎的 所以你没办法制裁 第二个 大陆本身到底很需要这方面的产品 所以他倒过来讲 他可能制裁 上到他自己的 比上到台湾还多 而且台湾可能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所以这种贸易制裁的工具 事实上没有他自己想象那么多 也没有台湾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你其他的 剩下政治上的压力 外交在断交 台湾的老百姓 大概已经不在乎 什么图瓦鲁断交 或者是海地断交 或者是史瓦地尼断交 台湾老百姓都不知道 那些国家是什么 那些国家当政者拿来当一个象征性的用 所以外交再断一个交 两个交好像意义不大 然后经济上这个效果有限 然后这个政治上的宣传 你也宣传不过民进党 我说实话 宣布到美国的话语权 你基本上这个不一定占得到优势 那剩下的就是什么 无力统一 然后现在很明显的 北京在这方面是犹豫不决 下不了决定 比如刚才卢院长特别提到 要不要实弹演习就要考虑那么多 如果是美国会不会这样考虑 不会 所以我就是说 他考虑太多 他挫折越多 他挫折越多 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行为 政治现象 目前还有待观察 因为他2024A演习 会不会有B 会不会有C 那我比较调皮一点说 那26个字我们慢慢数吧 所以我是觉得光凭演习 已经不足以产生政治上的效果 这可能也是目前北京 一个高度挫折的一个所在 针对这一次的演习 美方的部分又做了哪一些的动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美国的海军太平洋舰队宣布 接下来举行的是第29届 也就是今年2024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 日期的部分从6月26到8月2号 参加国家日本菲律宾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还有29个太平洋国家 军事准备上 这一次预估会出动的 包括40艘水面的舰艇 三艘前舰 14国陆军部队 还有150多架飞机 和超过一共是达到了25000人参加 比2022年当时的军演 26国再多三个国家 而且这一次的军演主题叫做 伙伴整合并做好准备 想要向中国大陆的部分 传达什么样子的一个政治讯号 委员怎么看 刚才我提到说 北京正是面对高度的挫折感 其实华盛顿也面对高度的挫折感 这个华盛顿的一些战略规划者 当然想要找各种机会 来打压中国的崛起 但目前为止不管是关税 不管是什么印太经济加构 印太战略加构 效果都不脏 可以说是无能为力 结果北京的经济成长 照常怎么样 快速在发展当中 包括最典型的象征性 华为被他们打在地上 王者归来 一条活龙 还倒过来把苹果打得稀里花啦的 你说美国有没有高度挫折感 有啊 他们也高度挫折感 但一样的在军事方面 所谓环太平洋的演习 是每一年都会举行一次 那规模也差不多这样子 邀请的国家也差不多这些国家 而且好笑的是 他环太平洋演习 有分成Uncle Saction 跟Uncle Saction 就是说 你是我这个 讲英语为母语的这几个国家 比如说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他们是演习的核心 其他找来的 有点像观众席的拍拍手的 所以都不会参加核心项目 表面上说我参加军演 那好啊 你在外面做救援演习 我们在里面做作战演习 他区隔的很清楚 所以规模大 其实能量小 然后他当然有意 要向大陆的解放军传达说 你如果有要在第一岛链 扩张你的军事力量 美国会用军事力量来回应 基本上只是想要谈这个消息 那一样 听在解放军演在评估 你到底有多少本事来回应 比如说我在南海 动用军力 你有多少能量 我在台湾海峡动用军力 你又有多大的本事 两方面都在互相猜疑 互相观察 甚至于什么样 互相调查当中 那你单凭这个环太平洋演习 在解放军的眼中 我要不客气讲 秀拳发腿 秀应该什么 发拳秀 发拳秀腿 我讲得太急了 还有什么 银亮落枪头 重看不重用 真的是如此 你说那几条战舰 能干嘛 40条随面舰艇 就是例行性的航空母舰 什么舰艇 29个国家平均一个国家 一艘多 对啊 主要是美军 还有加点什么英军 澳大利亚军队 对 所以 这种规模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例行公事嘛 就是 这个每到了 3月15号 马祖要绕境 就出来绕一次 不晓得到底能不能显明 有同样的意味 那户北苗头 真正户北苗头是 我预判解放军演习结束 那美军一定会派军舰 经过台湾海峡 或经过台湾海东部 这个才是真正传达讯息的地方 就是互相较劲 互相较劲 但是不会真的打起来 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讯息 因为美军它的最大的挫折是 我是一方之霸 我现在竟然没有把握打败解放军 解放军也是一样 我努力在准备当中 我也没有把握击败美军 所以两方面都在 你看我我看你的一个阶段 但是可能倒霉的是什么 战场就在台湾 这一点是台湾最无能为力的地方 只要战场在台湾 不管谁是谁赢 倒霉的就是一定是 台湾的老百姓 这一点 台湾老百姓也更加有更高的挫折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称我们现在地球 叫做一个充满挫折的世界 西非出现了亲俄同盟 接下来会不会出现骨牌效益 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做分析 除了这个我们要来关心之外 我们也看到美军在确定要 九月退出尼日的时候 我们看到同一时间 尼日和布吉纳法索 还有玛丽他们也规划要组成一个 叫做沙赫尔国家联盟 未来三国将会退出 由法国主导的西非经济共和体 建立自己的地区集团 转而和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 关系委员怎么看 接下来会不会出现骨牌效益 然后我们也想要来看说 对于俄乌战场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 对俄乌战场没有影响 而且不会有骨牌效益 沙赫尔是一个地区的名字 它指的是沙哈拉沙漠以南 一个半干旱的草原地带 这个草原地带很大 差不多十几个国家 其中三个国家当然是核心 布纳吉法首 布吉纳法首 玛丽跟尼日 那这三个国家刚刚好都是由军政府在统治 那为什么会形成军政府统论制度 因为它的部族民族很复杂 那第二个在过去一段时间 受困于IS的圣战式的困扰 因为IS就利用这个机会 希望在这三个国家 甚至附近的国家建一个新的IS的国家 那IS圣战式的这种思想跟公事 又很适合这个地区 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 这几个军政府里面 就是老是要面对了IS的一个攻击 然后他们最后找到一个要方 原来找什么 瓦格纳来帮忙是最有效的 所以俄罗斯出钱 找了瓦格纳去帮他们训练军队 当他们的军事顾问团 竟然让他们喜获天降 竟然能够击败圣战士 所以他们就觉得 原来俄罗斯才是真正帮忙的人 那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法国有派军队帮他忙 他们一直怀疑法国有问题 那美国虽然有驻军 美国也不会介入也不帮忙 虽然就是老实在弄到前面去 对他们 反正就是 这说不出的矛盾一大堆 反正互相之间像怨偶一样 那之后美国退出 然后尼日也把这个法国势力赶走 那至于西非的经济联盟 它基本上是由奈及利亚主导的 奈及利亚是一个 石油输出的很大量的国家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它不会受到影响 它也不受IS这个圣战士的影响 因为它相对比较有钱 比较富裕 对这三个国家来讲 它现在已经无可选择 除了接受俄罗斯的帮助 但俄罗斯那些没有能力来帮助它 没有能力 所以他们眼光都放向比较有钱的东方某神秘大国 现在处于这种状况 可是东方某神秘大国 不太愿意介入他们内部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矛盾 那经济上的援助多多少少会给 然后俄罗斯 现在因为瓦格纳已经撤回大部分回去 去打俄乌战争了 所以他们现在这三个国家也稳定了 可是因为瓦格纳的这个年代作用 他们现在还有俄罗斯的军事顾问 不过不多 那只要他情势稳定下来 他当然会亲俄 可是他没有办法帮忙俄罗斯的忙 可是他们派出佣兵 跑到乌克兰战场上面去 但这个俄罗斯的佣兵 在俄罗斯战场效果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一人数不多 二在非洲打仗可以 但俄罗斯战场打仗又显得有 有一点的世代的落差了 那俄罗斯要打俄乌战争 完全要靠自己 然后这个未来的泥日这个东西 等到俄乌战争结束了以后 也许可以透过俄罗斯 跟东方某神秘大国要多一点东西 好 最近我们来关心产业消息 美国政府宣布要对包括了电动车的电池 电脑晶片还有医疗产品 一系列的这些他的中国大陆 消亡美国的商品 要来大幅的增加他的关税 部分将会在8月1号的时候 就会正式的来生效 我们特别关心这次特斯拉创办人 马斯克他跳出来喊话 这次的态度上面是反对的 他不赞成任何 他说这些扭曲市场的措施 但是我们来看到他1月份的时候 态度可不是这样 当时马斯克他是说呢 这个警告需要贸易壁垒 否则中国大陆会摧毁 事实上其他大多数的汽车公司 为何这个时候突然间大改态度 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看 美中关税战又如何牵动特斯拉的销售呢 另外呢这一节我们又特别来关心的是 华为联手BRD等是一家中国大陆的车企 发布了超充联盟 开发的是一个可以快速充电的一个设备 他说标榜的是 等你喝完一杯咖啡 你的车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好 等一下也带大家来了解 先来看这一场关税战 是否会影响到特斯拉在中国大陆的生产 为什么马斯克他这么关心这个议题 而且态度一改再改 怎么回事 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企业家 面对市场跟政府环境的时候 能够保持想法的一致 因为他毕竟是为他的公司生存在奋斗 他以前因为特斯拉被限制 而且限制越来越远 很多场合不能把车子开进去 第二个 他的自动驾驶的侦测系统 不能在中国大陆来使用 因为被认为有一个破口 可以把消息传回到美国去 那中国大陆用这种态度在看他 即使他的车是在上海生产的 即使他用的是大陆很多的互联网系统 能染被限制 所以他的销售量很明显的 一天比一天的下滑 那这个时候他为了保护他自己 他当然讲说 如果我们不采取贸易壁垒的话 有一天大陆的汽车厂 会把我们统统击败 这个想法这个判断是对的 可是现在大陆上对他特别开恩 竟然是解除了所有对他的限制 而且还让他这个侦测系统 自动驾驶侦测系统可以在大陆来使用 见得李强的那一次是不是 对 而且重点说只要他跟大陆的互联网公司合作 只要存在大陆也不跟他计较这个事情 这个简直是法外开恩 那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事实上中国大陆还发了一张 叫做除能系统的执照给他 这个市场在大陆是 搞不好比电动车市场都还来得大 对他来讲说 他拿到这两个好处 要帮中国大陆讲话嘛 就开始讲反对 对中国大陆汽车瞌睡 为什么 如果他不去讲这种声音 搞不好哪一天 关税壁垒紧张的时候 中国再拿他来祭祈 他不是倒霉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站在中国大陆立场来讲话 我们不能要求太多 因为他的企业生存是他最高的目标